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观众一下子便能够记住这个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也随着情节的发展 渐渐显现出颇为不同的另一面 后期很有可能就此黑化 而且对于他身上的感情线也还没讲述清楚 他应该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会很好的推动故事情节 想必大家也很期待吧 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如何演绎 应该会让我们眼前一亮吧 王院可在大学所学就是表演专业 毕业后便出道成为那一名演员 他出演过多部影视剧 而且取得的成绩也还算不错 但是他所演绎的角色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未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一直未能够有着让人满意的结果 不过他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对待演戏 他是无比的认真 会仔细研读剧本 与剧组人员一同商讨如何演绎角色 会以很人格的标准来要求自身 现在他所演绎的纯碎一角 也可以说是让观众更好地了解他了 这是他争取而来的机会 这样的演员怎么会不受人喜爱呢 虽然他在戏中无法得到一个美好的结局 但是他在生活中 可就是幸福生活的代表了 他已经结婚了 丈夫也是一名演员 名叫王 出演过多部影视剧 一直以来都受到观众的喜爱 他的演技也是非常不错的 能够细腻地抓住角色的性格特征 再加以很好的展现出来 可是相当的不错 是一位非常值得期待的演员 相信他会取得不错的发展的 两人的相识可以说是非常的奇妙 他们是在打车的过程中认识的 由于同为演员 所以有着共同话题 但是在这一次相识后 两人在六年来都没有联系 再一次相见 是要共同拍摄电视剧 而且两人在戏中还是饰演一对母子 一开始彼此都没有感觉 不过因为角色有些好玩 所以两人便走得近了些 等到拍摄过后 两人才发现有了好感 于是试探性地询问 对于有没有另一半 后来也就因此在一起了 两人相恋后 王宇显得非常的浪漫 不仅会给他制造一些小惊喜 还会经常去探班 大家也知道明星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 不过王宇为了他 将自身的工作进度与他同步 这样便有时间陪伴他了 两人没事还一同去旅游 最后王宇的求婚仪式非常的隆重 打动了在场的许多人 他们也因此细结良缘 在结婚后 两人在事业上相互扶持 在生活中赢到美好 有着各种各样的浪漫举动 现在更是有了一对双胞胎 可以说是非常的幸福了 也真的很令人羡慕 希望他们两人可以为我们呈现出更好的作品 也希望他们的生活可以一直如此的美好